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器官 但是这么重要的器官却没有一个监控系统 换句话说肝脏一旦出了问题 民众通常没有感觉 因此想要保护好肝脏 除了不熬夜健康的饮食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定期做肝癌筛减 就是说我们得了肝病 得了肝癌 得了肝硬的话 在初期中期都没有症状 所以我们肝病号称是我们的国病 每年有一万多人都死于肝病 都是等到肝病末期 连变瘦了眼睛晃了肚子大起来才找医生 所以我们要避免肝病对我们健康的危害 就是要定期抽血 检查自己有没有肝脏肝 自己定期抽血 有没有太油蛋白有没有膏 那么假如有肝脏肝 一定要定期做超音波检查 所以保护的第一步 不是吃饱肝食品 饱肝的第一步是卷起袖子 来MV吸肝 最近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跟新竹市一家知名百货业者合作 在业者的场地举办千人肝筛活动 因为是公益性质 所以肝机会一开口 业者跟新竹市政府都乐于配合 一起在人潮汹涌的地方 鼓励民众踊跃抽血做筛检活动 好的生活环境呢 当然是大家一起来共创的 那尤其巨城购物中心是衣食住行 娱乐加上保健 那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公益的一个平台 那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在做公益的活动 从我们开幕到现在已经有两千五百场 那其中呢我们看到了有两百五十个公益团体受惠 那这也是我们继续要往下走的一件事情 非常的重要 那非常谢谢我们的肝病防治基金会 我们的徐老师 还有我们所有的志工 包含台湾人寿 包含我们的福伦社 大家都愿意在假日来到巨城 协助大家来筛检 顾健康 我们都知道自己要顾健康并不容易了 还有这么多人愿意帮忙 所以新竹是一个幸福的城市 市长说只要你愿意要做一件事 所有人都会来帮你 你愿意顾健康 所有人都会帮你 免费的肝癌筛检活动 吸引了不少民众主动参加筛检 医护人员抽取良官协议 整个排队时间不到三十分钟 可以说相当的快速又便利 而检验报告只要两个礼拜 就会寄到民众家中 让民众了解到自身的肝脏状况 如果有问题就要赶快就医 守护肝脏 让人生变成彩色的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